东小小,请看看,家里的电热水壶,水垢污垢,太脏太厚,怎么办? 不要急,不要慌,仔细往里傻把它,立马干净清爽又名娘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说娘 见如今我们家里的电也是越来越多 热水的工具更是数无胜数 而这当中使用最多的,也就是电水壶 电水壶烧水快速,容量特别大 避免我们再使用明花来烧水 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基本可以说是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准备着几个这样的一个电水壶 可是虽然说优点比较多,但是它也有些点 它的些点就是电热水壶有一个麻烦 它的就是壶口比较小,导致这个壶底是很难进行去给它清理的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电热水壶使用时间要是异常的话 那么这壶底隐隐约约都会出现一绳这种厚厚的水垢 如果里面的这些水垢没有给它进行去处理清理的话 那么经常使用,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相信大家也就十分的好奇 为什么这水壶里面还未出现这样肥厚的一些水垢呢 这些水垢的形成是因为自来水里面还有一些矿物质 在我们加入烧水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化学的变化 并且也会产生出一些不容易溶解以水的一些神电物 气味的神电物呢,随着时间慢慢的给它附着在水壶的这个里面 久而久之呢,也就形成了这种肥厚的水垢 其实呢,像这种水垢呢,不是完全没办法去给它处理的 只要整本方法用得对 那么心洗这些水垢呢,都是非常的简单又快速的 如果这样的一些水垢呢,不给它处理的话呢 不仅吃的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不友好 同时呢,这些水垢也会影响到电水壶的烧水效果 甚至呢,也会可能导致着电水壶出现短路 使用寿命刷短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所以,咱们呢,一定要定期进行去把这些烧水壶呢 给它处理,清理一下 那么对于这些水垢,这些脏东西呢 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给它清理呢 那么下面呢,就让小鼠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清洗水垢啊,非常简单快速的一些小技巧吧 如果您啊,平时对于这些水垢不知道如何去心理的朋友们呢 那么不妨啊,跟着小鼠梁的视频啊 一起进来学习了解一下吧 不过呢,视频都讲到这里了 其实呢,每一个视频呢,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鼠梁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像您的宝贵花色的小手呢 帮小手梁点上一颗漂亮的小爱心支持一下哦 首先呢,妙用一,那就是可乐属水垢 之前呢,我们也说过,水垢呢,就是减性的 有时呢,也会被升为水溅 能够以酸花生缓硬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可乐这个碳酸饮料 来进行处理这些微厚的水垢 那么做法呢,其实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是要呢,往这电热水壶中呢 给它倒入数量的小可乐 用水呢,稍微给它吸湿一下 然后呢,开始加热这壶中的液体 最后呢,让电热水壶呢,保持沸腾一段时间 也就大概5分钟60秒左右 之后呢,准备再将这些可乐呢,给它倒掉 不要 然后呢,再用新水呢,进行去给它清洗 干净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您就可以明显看得到 里面一些水垢呢,已经被我们清洗的非常的干净了 当然,如果家里的这些电热水壶呢 水垢比较肥厚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它在里面多泡一段时间 同时呢,为了避免电热水壶中的一些 七四过的可乐味 我们最好呢,多松洗几遍这电热水壶就可以了 没有用二了,那就是用白树,气熟水垢 其实对于这白树呢,也是咱们每家每户熟房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啊 这个调味瓶 树呢,也是啊,松腺酥,酸腺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电热水壶中呢,倒入啊,少量的白树 这些白树呢,不需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大概呢,五百斤爪油就可以了 倒进去之后呢,接着咱们继续再往这水壶里面倒入少洗的咸水 把电热水壶呢,晃到这火上,系给它烧一烧 把里面的一些啊,这些白树呢,还有新水呢,进行系给它操开,煮开 煮开之后呢,咱们把火关掉,然后放在一边啊,让它静置,安安静静的躺个一小时 也就是三十秒左右 这里面呢,让这些树呢,都能够充分的溶解,水垢中的一些碳酸盐 那么等完咸,静置好了之后,我们再将这些电热水壶呢 拿到这水龙头下面,进行系给它冲洗 咱们冲洗的时候呢,可以多给它冲洗几边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您也就能够很精神的发现 这些啊,水壶里面的这些回后的水垢呢 哎,已经被我们完全清洗的干净了 用这些方法来清洗呢,这些水垢不仅简单快速 而且还特别特别的使用 不过呢,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 我们呢,最好要使用这种白树 当然,神树也是树 可是呢,神树的效果呢,并不如白树的好 有时候呢,是要静置更长更久的时间 才能够把里面的水垢呢,给它清理掉 所以在这边呢,小树梁要建议大家 咱们尽量用白树,不要用神树 妙用山呢,也是咱们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往水壶里面撒上一把面粉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 这面粉呢,除了可以来做包子馒头之外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呢 它也是有引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神树的用途的 大家都知道,面粉呢 它是能够洗到一个吸附啊 污垢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如果家里的这些水壶里面呢 如果水垢比较多,比较厚的 而且我们手又伸不进气的情况下呢 咱们可以拿出家里啊 这种非常普遍的面粉 然后往里面呢,给它撒入一小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继续掏出家里一颗这种非常普遍的柠檬 像柠檬中呢,它不仅里面含有这种柠檬酸 这柠檬酸呢,也是溶解水垢的一个利息 因为水垢呢,是碱性的 以酸呢,结束后呢,会发生一些特别友好的谎音 特别容易呢,被酸给它溶解 所以呢,接着咱们可以往里面吸入两三遍的这种柠檬片 让柠檬片呢,还有面粉呢,搭配在一起 最后再往里面倒入少洗的固井水 那么接下来呢,就十分的简单了 我们只是要呢,把这个按钮呢,给它打开 让里面的这些水呢,给它烧开后 然后再让它在一边静置个三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让里面的柠檬酸呢,都能够充分的溶解水垢 等烧开后,也静置的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盖子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把里面的这些脏水呢,倒掉 您就会啊,意外的看到里面的这些底部的水垢 也已经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不得不说,这种风华还真的是太神奇,太狂用了 听说,如果你们家里啊,这种水壶里面的水垢 要是不好欣喜,不好处理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试试以上这几种方法 每一个呢,都是非常的管用,非常的使用 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手梁讲解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的话的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